吴奇莉10月29日报案 称医所遭道歉 损失一批衣物 两只价值7万港元的戒指 以及两把价值约10万元的吉他 而警察到场调查后发现 吴内并没有被敲开的痕迹 今天约下午20 吴哲林与女友实际警扣外出逛街 记者上写追问 关于母亲吴奇莉报警于事 她一开始不愿意多谈 后来庄林与女友商量了一会儿 主动找记者回应 她表示自己吃点要外出工作 所以回家收拾几件衣服和东西 庄林说 我跟我妈讲好 要回去拿东西 当我回家时她又不在 我就直接用钥匙开门进去 除了拿衣服 还把吉他带走了 吴哲林表示 没想到她会去报警 10月30日 林小璐行车机场 偶遇好友和岁 林小璐一身粉嫩造型 背后杯可大花结 少女心十足 林小璐不时土石卖萌 鱼和岁开心热聊 近日baby的一组就着曝光 看照片中baby的形象 应该是baby初到早期 还在当模特时的照片 照片中的baby 烫着黄色波浪卷发 深色眼影 深色口红 浓妆艳末 穿灰色长块T恤 和花色裙子 皮肤有点发黄 看上去比现在成熟很多